海贼中,卡普与战国的沙雕日常一览 卡普与战国作为旧时代的天花板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两个顶级老将的斗比名场面八 首先身帝玛丽乔亚中 此刻的战国元帅正在对熊进行批评 原来是因为在恐怖三维帆船中 熊因为见识了索隆的胆破放过了草帽团 此刻正向战国掩饰着过意放跑的意图 而卡普竟在其身旁夸赞起了孙子路飞 这操作可气坏了战国 而后卡普还掏出了自己的豪茶 打算掏出战国的先辈 战国再度被卡普给欺诈了 在顶上战争前 战国元帅再次数落的好友卡普 原来因为陆飞闯入了推进城再度引起了骚乱 而卡普则是再次举起了大拇指夸赞起陆飞 这话一出战国直接不淡定了 下一秒便抓住了卡普数落但依然不解气 最终战国选择的解气方式 便是一把将卡普最爱的先辈持光 要说卡普曾经在水之都片中 在与孙子路飞相认之前 耍帅的卡普有正门不足选择打穿墙壁进入 在之后任性之后打算离开时 回过神的卡普打算让海军们将其修复 但遭到了海军小弟们的不满 说霸卡普最终因为耍帅只能一起工作 在路飞等人即将离开水之都市 卡普为了给路飞一个机会逃跑 而理由把他身旁的小弟都看呆了 要说战国后的豆比属性是在他退休之后 毕竟能与沙雕哈普时常混在一起的人 必定不会缺少这个属性 只是还是元帅时战国不好展目 在德雷斯罗萨片中再次登场时 战国还主动参与了献血的行动 在献血时战国还不禁地与海军们攀比了起来 在之后圣地玛丽乔亚中 战国甚至还无言地嘲讽起了赤犬 卡普到底有多慌 拥有英雄名号的他从来就不会害怕贵族与天龙人 甚至敢在世界会议期间直言天龙人是垃圾 在路飞还年幼时 卡普便曾拉着路飞找寻着山贼答弹 途中两人还因为未来成为海贼或是海军起了争执 在之后卡普与山贼的再次见面 而众人也再度被这个男人吓得半死 在这些人的那些人吓得了 在这里有一个阻振的 在那里有什么阻振的 在这里有什么阻振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